婚姻館因為有很好的地理環境 以農業為主來發展 不過這幾年所面對到農業領口老闆的問題 這個問題到底有多嚴重 我們是在走到餐廳裡面 是最能看到平均超過2、70歲的農民 沒用採收的工作 有月要再來做 沒錢 沒錢就要做 74歲了沒錢 年輕人沒回來做嗎 年輕人賺了我賺我了 不然是要 不然老了不要吃 對嗎 七六 有何要再來做是不太辛苦的嗎 生機很壞 你每天都去 菜在熟 你現在身份都放下去 你沒刮才會判掉 你看 這沒來摸做不太辛苦 年輕人要來做嗎 年輕人做這個 為什麼 現在都好 一幾百 一幾百 我們老回來蒙住 農作不得採收的時候 建家需要大人的人工 不過農民所常常賺不一樣人 因為年輕人 沒辦法做這種技術的工作 所以從事常常要鼓掌 六七十歲的農民來幫忙採收 像我們現在餐桌的工 就是說 譬如說 他們是 都會退休的 各行各會退休 想要下來餐桌到 好多機會來做 這樣 還有一點 因為餐桌 現在太辛苦 所以一般人比較不愛 為了要採收農作物 農民現在要增加很多人工的成本 甚至出錢館的錢 又不一定有人要來做 現在所有我們從事農業 所有的成本都在人力這邊 而且我們產地的勞力都在六十多七十幾歲 並且說我們沒有那個 效率 對沒有效率 而且也沒有那個的經濟力 很多組織人都認為這個問題 相當的嚴重 甚至會去影響到農業的發展和緊張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重視這個問題 記者檔阿蓮 蔡博道